咱们已经介绍了关于表格标签相关的一些属性介绍 以及通过这个属性 最后咱们完成了一个对表格的一个跨行跨链的操作 有了上面的这些知识 咱们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首页了 这咱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的一个分析 这个给你写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啊第一步 那么我把整个整个页面啊做一个大的表格行不行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搞几行呢 我把这个做一行 对不对 这几行 两行 然后这轮播图这个 三行 三行 紧接着我把热门上去你这 是不是来一个四行啊 然后这广告图片呢 广告图片啊五行对不对 好 下面那个跟那个是不是一样 上面这个 所以啊 这个是不是第六行了 第六行了 紧接着下面是不是又有广告图片 好 七行 最终 下面一个有情电接和版权信息的文字信息 我是不是给单的最好 总共我可以创建一个 八行一列的表格啊 嗯 放进一个八行 一列的表格啊 第二步 那分别是不是对这八行里面每一行进行具体的实现 嗯 啊实现第一行 第一行 那么在第一行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办 第一行里面怎么办 是不是给欠套一个表格啊 嗯 而这个表格是怎么玩的 一行三列 而他是这么干的 嗯 哎 这不能换线是吧 可以换线 直接让两个重叠是吧就行了啊 这来我在第一行那边怎么样啊 欠套一个表格是一个一行翻列的表格就OK了 然后分别对每一列怎么样 不是啊 填充数据是不是就可以 嗯 好 这是第一行 这样里面怎么做啊 是不是欠套一个 欠套一个什么 一行三列的表格 然后 分别对单元格啊 内容书信一天中 信一天中就行了啊 嗯 是不是第一行 好 好 第三步 好 第三步我们是实现第二行 实现第二行 二行 第二行 那他目前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 在哪儿 当然目前全部都是什么 什么超链接啊 好 这后边咱们这个暂时啊 不管他 暂时不管他 等他咱们学完第七件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架上啊 不管这个架上 那目前 我们做的时候呢 而且还不能使用什么列表标签 对不对 因为列表标签怎么样 他是说每一个列表签是单独站一行 所以我这儿目前只能使用什么 哪些标签可以做到他 做成这个效果 好 哪些标签可以做他 好 所以使用字体标签呢 好 怎么事了 这儿 说一下 暂时使用啊 字体标签结合什么 超链接啊 标签完成 导航哪啊 导航哪 这儿呢 还需要设置 是 当前 单元格啊 背景颜色啊 背景颜色 背景颜色 黑色啊 黑色啊 什么玩意儿 你哪里 好 我那儿设置完这儿 这儿是不是还不够啊 因为咱们这儿必须最后是不是有效果 你看什么效果啊 你如果 这个文字默认它是什么颜色 黑色 默认是什么颜色 默认是黑色 但是呢如果加了超链接它就成了蓝色 蓝色 所以呢咱们必须得在这儿还去呢设置自己的颜色啊 所以一会咱们去设置啊 目前我把这个呢也给你啊解构图放过来啊 嗯 好 是这个 紧接着什么第四步 嗯 第四步 那么第四步呢实现第一 三口 那么第三口咱们是不是一个轮波图片呢 那目前我们无法做到 让我们做的这个图片呢 让它具有这个动作效果这边啊 得和5秒自动切换到下一张 或者你点击这个那边啊 好 完成下一张图片的计划啊 那等我们学完加完课文之后 就可以实现这个计划啊 目前呢我们怎么样 说直接放置一张浸在图片 嗯 好直接放置啊 放置一张啊 图片 好 第五步 实现第一 好对 那么在第四行里面我们做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热门商品 嗯 热门商品 那么在这儿 这个是咱们这个案例里边的 最为关键的一块内容 啊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儿可以怎么干 这是最后是不是在这儿什么呀 是不是给来了一行 是不是大多在整个八行里面站了一行 好 我把这个怎么办呢 放到 这儿来 放在这里这里面 这里面拿 这整个单独的他是做了啊 是不是单独的做了一个单元格 是不是 一行里边内容 嗯 好这里面我可以怎么干 在这个单独的里面怎么样 是不是天上一个表格啊 只能问我划分的时候怎么去划分呢 我可以是不是来一个三个行啊 首先我们把行给确定是不是 嗯 是不是这上面可以做一行 嗯 然后呢 嗯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又再来一行 什么情况 完了 可能啊 好 这里面是不是搞成那一个啊 三行的表格 嗯 列里面我怎么去许定呢 是不是按照这个图片显示这个位置啊 啊 40 怎么样了我说给你去许定 这儿是不是一列 但是我上面那个就不画了 因为我这个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为何必呢 第一个画列的操作对吧 啊 这是不是两列 紧接着怎么样 是三列 啊 在这儿是不是四列 五列 这就到六列了是不是 啊 就是六七了是不是 这个我怎么样 是不是也是合并一下就行 最终 这个是不是也到这里合并 好 就OK啊 就OK 咱们这儿 限到一个三行 其列的表格啊 单行其列表格 限到一个 单行 其列的 表格啊 然后里边具体的实现呢 咱们到时候写代码啊 写代码就就清楚了 好是这个 这个一旦搞定之后 我怎么样 是把这个怎么样 是把这个图子也接过来 然后怎么样 卡往这一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你就清楚了啊 那么第六步啊 第六步实现是不是第五行啊 实现实现第五行 那么第五行我们是不是一个广告图片 直接放了啊 直接放了啊 放这一张 广告图片 呃 图片这个呢 直接啊 扔进去就行 我让他呢 宽度 让他自己本身的 高度 那个高度自己 是多高 就多高 宽度怎么样 我让他两个岁起 也是百分百钱中就行 不是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呢 是不是第七步啊 一步咱们实现 第六行 这个怎么办 那么我目前怎么样呢 我干的时候是怎么样 复制第一次行 你们下去之后呢 自己写下 自己写下 第八行 第八步啊 第八步实现 第七行 那么第七行这边 我们是不是又是一张广告图片 你放了啊 所以这个案例呢 最主要才是哪 还是是不是第五步啊 而且第五步呢 除了图片 你倒是先弄的时候里面 是不是还是对自己 销链接标签数都得用 好 那才是一个关键 最后第九步 第九步 实现第八号 这儿呢 也使用不了什么 这个 列表 我们使用什么呢 使用 字体标签啊 标签和超链接啊 超链接 标签完成啊 标签完成了 管制什么呢 有型链接和 版权清晰啊 好 这是咱们整个案例的一个 步骤的一个分析 有了这个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怎么样 一行一行的 进一个代码的实现了 某 然后 我们可以讲到